说酒后开车容易出事 酒后开车上高速 那就是作死 前两天晚上 有人喝多之后 决定上高速溜达了一圈 慢走不送是一路走好 你说那能有好吗 这一晚上啊老精彩了 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处 一辆白色小行轿车 在临近出口时 丝毫没有减速 静止冲向了收费港亭 最外端的安全岛 砰的一声巨响 瞬间现场 烟尘四起 车辆零部件四处横飞 收费站工作人员 一看这情况 赶紧跑过去查看 刚一靠近 就闻到车里面 那一股浓浓的酒味 工作人员立即拨打电话 向高速交警报警 令人想不到的是 趁着收费员 正在报警的间隙 肇事的轿车驾驶员 一溜烟跑了 消失在了收费站 边坡的灌木丛中 民警赶到 立刻组织人员 在周边地区展开搜寻 搜查了两个半小时 忽然发现 高速公路边坡处 有一个动力 有动静 黄某硬是躺在草丛里不动 民警干脆就让他躺着 进行酒精呼吸测试 结果显示 为每100毫升 128毫克 远远超过 醉酒驾驶标准 后来咱们才了解到 黄某当天晚上和朋友在一家饭店吃晚饭 喝了将近半斤的白酒 他明知道自己酒量不好 但是酒后壮着胆子上了高速 临近收费站的时候 车辆失控 静止撞下了收费站的安全岛 但幸运的是 经过医生仔细检查 黄某只是左手臂骨折 其他并没啥大事 事故当中 黄某的轿车几乎报废 而黄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也将受到法律的严惩